中奴 那其實這種奧位的時候 我比宗教固有請示神尊 神尊希望新的中奎是可以身手很矯确 那個時候我們就在想 是不是第三級我們可以加入 這個新中奎跑酷的元素進來 從頭跟到尾 我覺得應該超過 十幾二十他們一定是超過 是有點累 如果我們第三集丟了一個新的元素進來的話 原來我們在講民俗的東西也可以這樣講 好像我們可以把它設計成是一個全新的 中葵的樣貌 把它融合起來 光是融合起來就是一個難度的點 它裡面的各場次需要跑酷的需求都不同 其實演員滿給力的 因為他本身其實協調性也好 當然我們在前置訓練的時候 其實順利的不少 其實前面訓練的我們算是 我們也算是訓練了滿長一段時間 當然出來外面的話 他還是會有一些心理障礙 對 因為畢竟我們那時候練習的時候 都是在室內然後又亂練一些 所以就比較乾脆 那你說其實真的出來之後 做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也不一定都把握可以 一次完成或是不受傷的完成 對啊一定會有風險的 因為那不只是你只要完成跑步動作 中間還有身段 所以他沒辦法說把它單一拿出來去執行 它需要融合起來 其實我覺得這都很值得讓大家去觀看這部電影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